感恩关心菩萨妈妈的慈悲 感恩师父 我们自己的乐长 慈悸悲 请师父慈悲 帮我看看儿子的身体 七几年数什么的 05年数几 哎呀 脑子出毛病了 对 儿子一直朝着来吉隆坡 让菩萨帮他看治病 痴癖症很长时间了 城上有灵性知道吗 经常有人跟他讲话知道吗 对 你这种病们只能找我看呀 感恩菩萨 感恩师父 给他念了几张小房子了啦 念了一千一百张 你念的 对 一千几百张啊 一千一百 哇还算不错呢 九百多张都收到了 谢谢 你自己要好好的 改脾气啊 好 对不起 你知道他的业障 跟你打胎的孩子有关系啊 对不起我错 幸福上十分原谅 一看就看见了 而且这孩子蛮大了 听得懂吗 他不能原谅你啊 麻烦了 这孩子还会爬 喜欢爬 不停的动 对 很多动 而且这孩子讲话也不清楚 对 脑神经根本不运作 所以 这个脑子到现在 还是有点低能 听得懂吧 对 赶快给他念了 大概还要一千三百张 谢谢 要的很多 是上辈子一个讨债鬼追过来的 明白了吗 我想问问他 清明节的时候 突发现的耳聋 现在他不愿带住听器 他说 来的时候 一直说 叫一个同修救救他 带他来吉隆坡看病 现在来了 他说菩萨 看好他的病了 不愿带住听器 也不愿吃药 我怎么办呢 他耳聋是不是 对 看一看 清明节 几几年数什么呢 05年足迹 他这个灵性 把他耳朵锁起来了 这是暂息 暂息性的字 把他耳朵闭起来 没问题的 把他小王子念掉之后 他会耳朵会开的 他应该看得到台长 看得到台长身上的菩萨 他一直说 叫台长帮他 寸通这个耳朵 让他听到自由 宝布 他现在听不到 很抗拒不带住听器 等等啊 等等啊 看看 帮他加持一下 试试看吧 感谢 看看爷爷 看看爷爷 等等啊 看看爷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三十分钟之后 耳朵就慢慢开始听得见了 感受 听得懂吗 听得懂 他的讽刺还需要多少 放伤 放伤要三千条鱼 这小孩子的手 关节有问题 手关节摔断过的 就摔了骨折过的 你要帮他当心 不要让他乱碰 他不断地塞倒 看见了吗 你看看爷爷 跟爷爷 你们不要做动作 看看爷爷 看了 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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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笑了吧 和和掌 和和掌 你们不要动他 让他自己听见 来 和掌 拜拜菩萨 来 拜 你们不要跟他讲 来 拜拜菩萨 喂 喂 喂喂喂喂喂喂喂 看 我让他听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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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喂喂喂 过来 过来眼镜 看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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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看见菩萨了 好了 当心扶着他 那个灵性跑掉了 干 看见了吗 我想问一下 好了 过一 你别讲话了 现在醒过来正常了 来 小弟 来 看看爷爷 好吧 看看爷爷 好不好啊 等等啊 等等啊 我先不小心 就会了 看见正常点了吗 大家看得到吗 看到了吗 再过半小时啊 耳朵就可以听得见了 感恩师父 好了 嗯 师父 我想问一下 他因为 你们记住了 如果一个小孩子 像刚才这样 突然之间碰一下子 灵性走的时候 人就会一下子摊掉的 听得懂吗 或者有一个人附身 附在他身上的时候 他也 离开的时候 他也会突然之间 一下子倒下来的 大家明白了吗 呵呵 笑了 看见了吗 感恩师父 哈哈 已经要一点点 要听得见了 啊 好了 还有什么问题 赶快问吧 我想问一下 2016年 孩子抽货之后 他分泌了 醒了之后 使得那个 我的妹妹阿姨 就是她叫阿姨的 说奶奶的名字 叫她奶奶叫 其实她从来 没有看到 看过她的奶奶 就是负在她身上了呀 那个死的那个人呐 这是她奶奶吗 是的 她的奶奶是失踪的 现在都不知道 死掉了呀 死掉了 在她身上 现在我看到就是个老太太呀 哈哈哈哈 感觉舒服 她现在看到台上 爷爷头上有菩萨了 啊 啊 笑 笑 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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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我告诉你 灵性在身上 就是经常这样 他一会上来 一会走 一会上来 一会走 所以人有时候 一会发生疾病 一会好 一会发生疾病 一会好 一会吵架 一会想通 就是这样 所以如果你们在家里 经常就是一会想通 一会想不通 那就跟他一样 好了 讲了 想问一下 师父 孩子的 不是我 我跟孩子的是什么缘分 你不是跟孩子的缘分不好 你是跟奶奶 听得懂吗 他的奶奶 但是我从来没有看过到 没看到前世的呀 真的他连着我太累了 每分每秒 我告诉你呀 我讲给你听好吧 你非常不好 你上辈子 其实他奶奶那个时候 是一个小女孩 犯了一个戒 你是山中的 就是村庄里面的 像村长一样 村长 你结果这个女孩子 犯了一个戒 你结果叫人放火 把她烧死的 对不起 所以他现在附在身上 整天要搞你呀 听得懂吗 对 因为我做什么事情 他都搞你 对 他不会饶过你的 明白了吗 好了 我告诉你 他现在这样 就是走掉了 人下子摊下走掉了 过一会儿又来了 这么来个 大概循环 大概五六次 到七八次之后 基本上就离开了 但是有待遇 你赶快许愿 你待会儿就要许愿 说我要念多少张小房子 我已经许愿了 一共两千三百 我刚刚跟你讲的 你赶快跟他讲了 好了 好 好吧 那我孩子的功课 应该怎么做呢 我目前是 跟他做十七片 大悲咒 二十一片 太少了 大悲咒要四十九遍 心经要二十七遍 礼佛要五遍 你没有办法的 来不及念 你也得念 他很聪明 他的奶奶 就是从他嘴巴里讲 要到吉隆坡来 看台长 要把他救好 对 他不断地叫一个同修 一定要救救他 把他带到吉隆坡来 是不是 对 叫他带来吉隆坡 找台长菩萨救救他的耳朵 看见了吗 所以他晚上睡不着 晚上都吵着过来 其实我没跟他说过 他只是在我手机上 看到一个吉隆坡的字 他就吵过来了 看见了吗 好了 耳朵我已经帮他救了 但是他这个 身上的灵性 在他身上还得靠他自己 我一定会 你要帮他念的 好吗 我想问一下 那孩子的 现在很抗拒 要我怎么办呢 跟医生商量吧 药量减半吧 好吧 医生同意的话就可以了 你不要再去迷惑他了 要很厉害的 因为我叫他 只要他就是暴力 我就不想跟你多讲 你什么都不懂的 明白了吗 好吧 他待会儿会听得见 我想问一下我身上小孩 还要多少小房属超度 多少 你几几年属什么的啦 80年 好 你想问什么 小房小孩子走掉没有啊 我打开了小孩 有没有走掉 还有一个 还需要多少房属 49张 谢谢 你好好念吧 好 我一定会好好念 你很多毛病啊 你腰椎不好啊 你腰椎肩盘突出啊 哦 腰痛啊 哦 还有掉头发 对 掉很厉害 最近 好吧 好 没什么大问题了 干恩师傅 好好地帮他弄了 好 好吧 你待会儿过了半个多小时啊 帮他耳朵这么放开弄 放开弄 好吧 好 你试试看 好了 听你好消息了 好 谢谢 谢谢